夏天马上就要到了,美国等西方国家,已经或者陆续开始实施夏令时了。 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夏令时一定是非常陌生,所谓的夏令时又被称为日光节约时至,人们认为夏季天亮的时间早,于是便把时钟调快一个小时,让人们早睡早起,以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。 实际上,中国也曾经使用过夏令时,然而仅六年便取消了,这是为什么呢? 第一个提出夏令时制度的是,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,他认为法国人白天不工作,反而夜里点着电灯加班是对资源的浪费,于是他建议法国人能够早睡早起。 但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,世界第一个实行夏令时制度的是德国,不久之后欧洲的英国,法国也跟进采取了夏令时。 美国的夏令时,制度断断续续实行了好几次,现在依然在实行。 欧美等国认为,夏令时把时钟调快一个小时之后,能够督促公民早睡早起,起到节约能源的目的。 1919年北洋政府曾经在上海等城市实行了夏令时,然而当时的中国情况十分复杂,夏令时并未被贯彻,老百姓也并不理解,在实行一年后便被取消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用电量激增,我国政府也感受到了用电压力,因此有人便提议实行夏令时,以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,解决中国当时用电紧张的状况。 当时我国的很多专家学者,也都支持实行夏令时制度,根据他们的估算,按照当时的电价计算,中国如果每年能够实行六个月的夏令时,大约可以节省三亿元人民币。 而这些点用于工业生产,则能够带来50亿元以上的产值,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。 于是从1986年开始,中国便实行夏令时,到了夏季把时钟调快一个小时。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,并没有那么简单,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之后,发现节约的用电量非常有限,加之带来了很多的弊端。 于是在1992年便取消了夏令时。 夏令时对于高纬度地区十分有益,但是对于低纬度地区,显然是有弊端的。 原因就是夏季低纬度地区,早晨凉爽式休息的好时间,提前一个小时非常影响休息,而当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都在南方,夏令时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。